黑舞 嘿 大家好 我是若卡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黑舞的特賣活動 那黑舞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好市多搶東西 其實我每天早上都起來 稍微去關注一下 每一天的黑舞在Castro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有特價 其實大概除了第一天的棉被 好像老婆大比較有興趣以外 其他好像都還好 所以目前為止 我是還沒有去參與這個黑舞的活動 那在Switch當中 其實黑舞也有一些小小的折價優惠 大概優惠的時間都是到12月1號左右 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影片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20款黑舞可能你值得買的遊戲 當然在買之前還是要小小囉嗦一下 第一個就是實體片還是有流通的優勢 第二個就是語言的部分一定要再三確認 這個購買的要退刷會比較麻煩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App 還是可以提供一個滿好的價格查詢服務 所以最終確認就留給大家了 第一款Just Dance 2020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1300塊 美國印象幣為29.99美 則核新台幣約略840塊錢 墨西哥是差不多780塊的新台幣 目前為止是最低價 有支援中文 每年必買的體感跳舞遊戲之一 就是Just Dance 今天的歌單又新增了蕭敬騰的王菲 畫面上也有全新的風貌 內建40首歌曲如果跳不夠的話 更可以訂閱超過700首的歌單來跳 手持Jaycon或者是用手機設定好連線的話 就可以熱血舞蹈一下囉 第二款文明帝國6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1000元有找 美國eShop為8.99美 折合新台幣約略250塊 歷史例價也差不多在這附近 有支援到中文 這是一款回合制的策略遊戲 玩家主要得在遊戲中探索並且發展自己的文明 碰到其他文明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決定是否地結同盟或者發動戰爭 整體的節奏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非常燒腦 喜歡思考策略的玩家就可以參考 第三款黑地獅實體片約略新台幣1000元有找 美國eShop為17.49美 折合新台幣約略480元 墨西哥差不多440元可以買到 都有支援到簡體的中文 這是一款呼聲極高的Rockalike 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故事主要是以希臘神話來做改編 玩家在操作流暢的動作之下 每次都會以不大一樣的地形前進 得到能力也都會有所不同 透過每次累積的部分能力以外 就算是一直在隨機且全部重來的狀況之下 依然可以往更高的目標邁進 第四款Unleap壞神2 這款目前為止應該是還沒有實體片 美國eShop為29.99美 折合新台幣約略830元 全區的價格都差不多 美國地區有支援到中文 這回除了重置PC版以外 也移植在各大家機平台 以Switch的平台優勢來看 就是達到了可以隨時打寶 角色也可以透過帳號跟其他平台互通 不過在Switch的版本 最多只能夠四人連線 喜歡按黑系列打寶的感覺 或者是想要互通個帳號隨手玩一下 都是一個入手時機 第五款 黑暗靈魂重製版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1200塊 美國eShop為19.99美 折合新台幣大概560塊 也有支援到中文版 最近艾爾登法玩試玩 相信又掀起了不少魂系艾奧者內心的激動 黑暗靈魂為標準魂系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以高難度著稱的遊戲類型 相對給予高成就感的體驗 雖然畫面還是明顯的有一種時代感 但想隨時挑戰的就可以參考看看 第六款 Jumper Force 豪華版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1200塊 美國eShop為12.49美 綜合新台幣約350塊 不過美國的不支援中文 懂英文的才有辦法買這個超便宜的版本 香港的價格還是稍微高了一點 特別拿這一款出來講的就是還要補充一下 這個遊戲明年2月在各大平台會下架數位版 8月會關閉伺服器 遊戲有許多抓關少人Jumper的各作品角色登場 像是七龍珠 火影忍者 海賊王 獵人 遊戲王 悠遊白書 雖然是以格鬥遊戲的本質來講 表現好像普普通通 但是帥氣的絕招跟大量的各作品角色 還是吸引粉絲的心 樂高的遊戲則是有好幾款在特價 不過有一些是沒有中文的 所以我就特別把沒有中文的剔除掉 第七款樂高世界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700塊 美國eShop為5.99美 折合新台幣大概170塊 加拿大是差不多新台幣140 目前是最低價 也有支援到中文 這款有點像是樂高模擬器 在遊戲當中可以用樂高來製作各式各樣的地形、物體等等 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大概就是這款樂高遊戲的最高中值吧 第八款樂高DC超級反派 實體版大約新台幣700塊 美國eShop為8.99美 折合新台幣約略250塊 也有支援到中文版 第九款樂高玩電影2 實體版約略新台幣800塊 美國eShop為5.99美 折合新台幣約略170塊 有支援中文 兩款合在一起講的是 因為這系列的樂高遊戲 玩起來都差不多 主要就是題材上的差異 玩家在這邊可以操作樂高角色 使用他們特別的能力來突破關卡 有不少地方還需要拆解重組跟解謎 場景中滿滿的樂高積木 在戰鬥與破壞的同時 會有一種真正進到樂高世界的感覺 第四款小小萌眼有完整版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600塊 美國eShop為7.49美 折合新台幣約略210塊 也有支援到中文版 遊戲以恐怖跟解謎為主的類型 整體畫面跟音效所營造出來的氣氛相當優質 就算沒有惡意的驚嚇 也有勾起內心恐懼的感覺 整體的解謎難度不算太高 較短的破關時數 也是讓人有一種玩不夠的感覺 第十一款NBA 2K22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1000塊 美國eShop為22.99美 折合新台幣大概850塊 支援中文版 NBA系列的遊戲特價還算滿兇的 不急的其實都還可以稍微等一下 那如果是接下來有一些連續假期 有機會玩到的也可以考慮入手 那這次的2K22在電腦難度上面有滿大的調整 在防守或者是攻擊的動作上都會再更積極一點 不會像前幾代的只要狂塞籃下就可以輕鬆得分 第十二款刺客教條逆命合輯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700塊 美國eShop為14.79美 折合新台幣約略420塊 墨西哥差不多360塊的新台幣就有了 也有支援到中文版 這是刺客教條4黑期跟刺客教條叛變 兩款組合而成的作品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 玩家如何扮演好刺客的角色來完成各項任務 就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第十三款極速快感超熱力追氣醜製版 實體版的約略新台幣700塊 美國eShop為14.79美 折合新台幣約略420塊 日本差不多380的台幣就可以買得到 有支援到中文 這也是Switch平台值得推薦的賽車遊戲之一 在這邊的玩家可以參與 競速對決時間各項挑戰的賽事 也可以扮演警察角色來攔截其他的出手 車子發射的武器跟干擾設備 更讓賽車遊戲加上滿滿的刺激 第十四款 七龍珠 Fight League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700塊 美國eShop為9.59美 折合新台幣大概270 有支援到中文版 這是一款畫面流暢又漂亮 以七龍珠角色設計而成的 三對三格鬥遊戲 雖然說最多可以支援到六個人一起進行 但實際上是每個人 控制一個角色 輪流登場為主 個人是覺得如果可以當個雙人遊戲來對戰的話 感覺應該也會是七龍珠米很喜歡的遊戲之一 第十五款 四神者 3 實體片約略新台幣800塊 美國eShop為9.59美 折合新台幣大概270塊 也有支援到中文版 這是以人類對抗神秘 生命體 荒神為故事主軸的 四神者系列最新作品 玩家在這邊可以透過遠距離跟近距離不同的流暢攻擊 來對抗敵人 喜歡系列作品還沒不過三代就可以考慮一下 第十六款 航海王海賊無雙三豪華版 實體片大概新台幣1000塊 美國eShop為6.39美 折合新台幣約180塊 墨西哥差不多新台幣150有支援到中文 海賊無雙系列目前為止最新的雖然是四代 但是舊的代數 其實一樣擁有暢快的打擊 跟不一樣的篇章內容 正宗無雙遊戲又剛好提供玩家一個以一擋擺的爽快感 一邊享受暢快打擊 一邊還可以培養角色的成長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日版應該是沒中文 那每一款遊戲在刷卡之前 還是都要再度確認一下 第十七款 洛克人十一代 實體片約列新台幣700塊 美國eShop是14.99美 折合新台幣約列420 日本差不多360塊也是有的 也有支援到中文版 玩家這邊就是扮演原主洛克人 以2.5D的方式來進行遊戲 比較大的特色是雙重齒輪系統 可以有改變速度改變威力的功用 就難度上來說算是有點挑戰的遊戲 萬一覺得這個挑戰還不夠硬的 還可以把難度調高 也許在挑戰前8%的BOSS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很精彩的對決了 第十八款我的朋友佩德羅 這款沒有實體片 美國eShop為7.99美 折合新台幣大概220塊 墨西哥差不多200塊就有了 那遊戲畫面的華麗程度 跟流暢感真的非常棒 搭配無厘頭的劇情 跟各式子彈時間的攻擊 優雅閃躲子彈的操作 再加上敵人各種被輕掉的爽快感 都會有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第十九款 航海王無限 赤紅豪華版 實體版約略新台幣1300 這款其實出滿久的 美國eShop為6.39美 折合新台幣差不多180塊 墨西哥差不多150就可以買得到 也有支援到中文 玩家在這邊一樣是扮演海賊團的各個成員 可以一邊挑戰 探索神秘的導力 畫面的風格跟流暢的操作體驗 也算是可以提供我們一個不錯的 爽快戰鬥體驗跟劇情的體驗 第十款刀神 實體版價格算是蠻亂的 新台幣差不多在800到1000多塊都有 美國eShop為11.99美 折合新台幣約340塊 墨西哥差不多是新台幣300塊就有了 也有支援到中文 玩家在這邊會以刀劍的武器攻守為主 每次在進入迷宮的同時也都會有所改變 所以挑戰砍殺對峙的快感 跟找尋更高等的武器 就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OK 那麼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這20款 其實都是我自己有玩過的遊戲 那在下方的說明單 或者是在留言字頂上面 會有這幾款遊戲的分享影片連結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也都可以再去看一下 看更多畫面 是不是你想玩的 或者是遊戲的內容跟題材 是不是自己真的會比較喜歡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順便追蹤我的IG跟我的FB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